不其余 由陆军总司令陈宝渝担任主机关 航特部特别控出一座机棚 设置陆军两名殉职飞官的联合攻击 上千名兵官还眷属一早就到场 7月19日暂收直升机执行士兵演训后 从高空坠毁 正驾驶检任专和副驾驶高加龙应攻殉职 同袍为灵鹫覆盖国旗和陆军对旗之外 也追进检任专少校为中校 高加龙上尉为少校 并且颁发忠勇勋章 总统蔡英文也在国防部长 严德发的陪同下抵达会场 颁赠包扬令 场内播放的追思影片 也倒进了同袍的想念 率齐军旅生活照 更让一双眷属们再次红了眼眶 总统蔡英文也上前拥抱慰问质疑 会场外布置了追思留言板 贴满对两位殉职飞官的思念 最后也由陆军仪队引领 还有601旅官兵列队恭送 向两位殉职飞官 至上最崇高惊议 环宇新闻陈明燕黄培函桃园报道